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的游戏呢,依然是观伦高手 然后今天给大家玩的这个是挑战模式 这个是大家玩的时候会遇到这个挑战模式 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说还是有点这个可玩性的 但是呢,也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一系列问题 首先我在玩的时候呢,出现了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刚才审的时候呢 其实不知道这个任务是什么 然后导致进来的时候呢,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前置要求 然后选了一个浏转讽 大家可以看一下六上角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呢,是你完成之后才会给你七十几 首先第一个球队得分八分啊 第二个是盖帽,第三个是蓝板 有个问题,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这个盖帽问题 首先第一点啊,因为我本身玩的是一个小钱 所以说盖帽不是很容易 然后得分能力和这个 和这个蓝板啊,其实作为这个小钱还是比较好拿的 那么呢,第一个挑战人物推荐给大家的呢 是这个中锋,或者是还有一种推荐,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相信啊 就是其实我比较推荐大家去玩大钱 首先说一下几者的区别 首先第一点,我个人觉得大钱是比较好去得分的一个位置 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大钱这个位置能给大家带来的提升的比较大 很多人都玩过 这个中锋其实和大钱相比,缺少这个篮下的一个运动能力啊 他带篮下的一个运动能力是不如大钱这么得劲的 但是呢,其实他比大钱强的一点呢,就在于他自身面对这种比较硬的一个篮板呢 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他自己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一个解决掉 但是呢,其实如果说你玩的是这个大钱的话就比较飞机了 因为大钱其实在面对这种比较强硬的一个篮板呢,会比较难受 所以说大家也是自己选啊,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去听别人的 这个大家只要感觉自己选的这个没有错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也是推荐大家去稍微注意一下自己选的一个球员的一个任务的一个完成能力 那现在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我被盖帽过很多次 然后我也是尝试过不同角度使用这个大招 稍微说一下,这个我个人觉得吧,其实这个任务 如果说你想全部完成,必须得针对位置 就比如说其实这个盖帽,小钱能不能拿,我承认能拿 小钱不是不能拿盖帽,他只是说拿盖帽的方式比较费劲 因为你得去贴身防你这个人,然后你需要先让看一定位置 因为目前人工智能有这样一个特点 如果说你面前站着一个人,他不会投篮 他会把球传给自己的一个队友 但是如果说你面前这个不站人的话 他就会找到一个实际去投这个球 所以说呢,我这么推荐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说你前期这个直接把这个自己的一个队友送了的话 其实我感觉比较苦 然后我也是推荐大家按照我这种方式 就是你上来吧,你先去让自己的一个队友去进去 然后去迈一波 就是你去让这个队友去送 然后呢,你再让对面去获得这个机会 然后再加速,用超级加速去盖他 但这种情况下就是盖帽比较难拿 这个是这个游戏的一个特点 这个也没有办法 但是呢,也是我个人感觉大家稍微建立一下 也是可以完成的 挑战任务呢,目前来说这个 我玩这个我是第一次玩啊 所以说可能很多时候呢都不是特别擅长 然后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吧 反正我玩完之后呢,这个感觉 不是特别好 因为其实大家玩玩的人都知道这个挑战模式它 限制了我们的一个居然选择 因为他刚开始其实开局会给大家很多修缘 这比如说中方大钱或者是小钱或者德罗后卫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小钱的原因 就是因为其实刘山峰在德罗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他在开局呢,其实是不会给你提示 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任务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是靠大家这个经验去判断了 这个有的时候呢,其实 如果说你玩这个模式你没玩过 然后你只能去找这个摆壳或者是自己慢慢去蒙 就是踩这个这个任务到底是啥呢 但其实这把我拿小钱这个位置呢 我依然是可以取得这个盖帽的 但是这把没有取得原因就是因为其实 我刚开始也没有想过这个买性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只要两身就可以了 拿到两身之后呢,就会给大家大的一个奖励 三身的一个奖励虽然说固然比较小 但是有的时候拿不到的也是没有任何办法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说的 这个对面在每人防守的时候会投 不会传给自己的对手的 哪怕自己的对手的一个位置非常的好 刚才其实他那个对手的位置会更好 但是他依然是选择自己去投这个球的 所以说大家也是要注意这一点 就可以比较有效的去防范这个游戏的一个进场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的游戏呢,依然是观众高手 如果您喜欢这游戏,请观众们抽空玩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